美国总统拜登6月28日 在与以色列总统李夫林的会晤中表示 他对以色列自卫的承诺是坚定不移的 他期待不久与以色列新总理纳夫塔利·贝内特会晤 这是拜登作为总统首次与以色列高级官员会晤 拜登表示在他的监督之下 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 拜登和李夫林就美国重新加入伊朗核协议 以及以色列组建新政府的努力 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拜登强调他支持以色列与中东其他国家 关系正常化的协议 并表示以色列在非洲也取得了进展 李夫林也表达了以色列对美国的承诺 他表示以色列和美国是最好的朋友 可以不时讨论问题 甚至可以在所有问题上达成一致 李夫林的7年任期将于7月7日离任 这是他作为总统的最后一次出访 他将在纽约会见联合国官员 在华盛顿会见国会议员 以色列新总统将于7月9日 正式接任李夫林的职务 李夫林表示 他对美国总统拜登 有关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的言论 感到满意 我必须说我们找到了一个真正的朋友 拜登会晤会议员 拜登会晤里夫林之际 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首都对美国重新加入伊朗核协议的努力感到担忧 因为他们担心恢复协议可能最终使得黑兰获得原子武器 从而使他们容易受到伊朗的恐吓或者军事威胁